政院苏院长报告 8号一早行政院长苏贞昌率部会首长 治理法院进行纾困条例预算案备询报告 一开始边有多位立委聚焦纾困4.0方案 以及疫苗采购计划 咨询劳动部即委服务 而民进党立委陈寅在7号抛出每人普发1.5万元的纾困方案 也端上咨询台希望相关部会参考 请不要说要给企业的薪资补贴 这些企业一定都会全部再发给劳工 我想这个是与现状没有完全符合的 那现在事业单位的劳工面临很多状况 就是减班减薪五薪假 面对事业单位劳工的各项陈情 诚意建议政府依照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标准 以排付机制发放1.5万元补贴 然而行政院及劳动部警表示 将尽力协助相关劳工纾困方案 针对有雇主劳工纾困 国民党立委政天才也有话说 他表示在受雇劳雇中 仍有年所得在40万8千以下的劳工 因为有劳保 使得即便疫情冲击下 他们的纾困资源相对少 希望劳动部纾困能言意纳入 这么多的因为三级警戒 很多的娱乐业 餐饮业 好多的就这样 就没有做了 没有做了 因为大家都雇主跟劳工互相体谅 他们也解雇他 他也没有领薪资 都有这种情况 至于疫苗问题 国民党立委孔文吉直询卫福部 认为政府态度不够积极 导致现在疫苗资源不足 更以国际媒体报导 痛批政府防疫效力不张 我们政府疫苗是争取不利 确实是争取不利 这个疫苗的争取 本来就是政府的责任 怎么会有民间团体 郭台铭佛光山 然后我们县市政府都要自救 我们在去年疫情很好的时候 控制很好的时候 我们就超前部署去买疫苗 现在是疫苗交货迟远 而无党籍立委高金素媒 则透过社群媒体表示 盘点2600亿的防治及紓困预算 赌缺原民会 认为部落在第一时间 就已进行防疫作为 却得不到相关防疫资源 对此高金素媒感到遗憾 表示将严格审查防治及紓困预算 有时新闻R15六里法院采访报导